5米長10公分寬 這小小的舞台 承載著丁華田的夢想 90秒動作重複一直練 天天練 在平衡幕上展現利於美 可能是人太多 鏡頭太近 拍攝這天 沒有完美落地 丁華田懊惱情緒寫在臉上 對自己的表現很不滿意 看到這麼多人來 可以說有興奮 有一點緊張 我覺得是連接 就是一個很吃節奏的 一種動作的形式 單動作可以做好 但是連接的時候 就很需要訓練那個節奏 還有流暢性 二度登上奧運舞台 有別於第一次18歲的青色 這次清楚自我水平提升難度分 一樣設定先就是做出6.2整套 然後能夠闖進決賽 原本是有說在練新動作 那但是完成度還沒有到很高 所以就先把原本的動作做好 盡力做好 然後新動作還是會練 但是就不一定會真的放進去 我們希望把我們的第一分就是 目標可以達到6.2分 然後完成度如果可以把它提高到 只有扣兩分的話 那這樣基本上我們就可以有 14分左右的一個水準 那我覺得這個分數的話 是非常有競爭力的 雖然是靠地補取得參賽資格 但天助也是實力的一部分 丁華田調整好狀態 說一切辛苦都值得 其實我在當下的時候 並不是想說我要去創紀錄還是怎麼樣 就是想要把平常練習的東西發揮出來 然後在賽場上面表現出最好的自己 享受比賽 全力以赴 其實我最大的目標就是比奧運會 我不管成績怎麼樣 那我是希望說我們在那天比賽的時候 那我們全台灣的所有人會覺得說 今天有丁華田比賽很有機會 看著艾圖成長茁壯 教練感動在心裡 上一屆冬奧無緣晉級 卻已經顯下台灣睽違53年 再有女子體操選手闖進奧運記錄 這屆朝決賽及頒獎台邁進 要讓更多人認識 她是來自台灣的體操精靈 今天新聞徐起中 曾家瑄 採訪報導 大賊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靜好新聞